彰化西湖出動國軍化學兵嚴陸大清消 因為到19日為止彰化確診人數已達49人 其中42人是屬於葡萄家族感染的耶 中央共同公布有28個例子 那其中22個例子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唱歌班 那另外呢有3個案例是燒烤 這個民眾發現在7點到9點呢 他們也在這個燒烤店有家族的聚餐 那他又發現家裡呢 他的小孩子發燒 發燒自己是一個食物 縣府衛生局公布足跡 要民眾遵守防疫規範 但蘋果新聞網收到民眾投訴 有確診者隱匿足跡 害自己女兒也確診 如老大已經確診了 他早上人家在找人 他聽起午中午還寄給我女兒 去洗頭 現在我女兒已經可以等被人家帶走了 這位父親震怒透罵 因為該名確診保險員 八日和葡萄媽媽同桌吃喜宴 14日葡萄媽媽確診後 她還到處趴趴走 到她女兒髮廊洗頭 不戴口罩 她出來明明知道她有跟葡萄 我們現在在講葡萄上 你的那個去診那個有沒有 他們有同桌去聚餐 有去吃飯 同桌吃飯 那是8號 8號他們去吃飯 拜祭祺就先去採訪 本廚要開別人 祭祺先去別人 名稱 很名稱 拜祭也好 對 以前這樣還就不 他已經被人家帶走 誰打人家補大口罩 那問過我來問說 你 那天晚上星期五 星期五那天晚上我女兒不知道嘛 對不對 我們都不知道嘛 還對她的小孩 還跟我兒子的小孩 從過禮拜吃幾個早餐吃那個炸雞 大家在那邊玩 大家都騎在一起在吃東西 那她現在不是持續要害我 我們還是怎麼 現在我女兒確診 現在的關係要21天 人現在被載去 那我公常罵這人要丟死了 那現在人家跟鬼城叫 還跟人家來同 跟人家去 跟人家去死了 她說那年後懷疑 保險員確診後連同她女兒也確診被帶走 現在她家 女兒夫家至少16人被迫隔離 法拉罕工廠通通停業 她表示絕對要告保險公司 放任染疫員工趴趴趴 另外還有人跟著投訴 該名保險員15至海盜西湖 另一個家庭拿防疫保單 當時對方詢問是否認識葡萄媽媽 保險員一樣表示沒接觸 沒想到這保單買了 全家人也都接到居家隔離通知 對此保險公司表示 保險員不知道自己確診 並非知情不報 公司會積極處理給客戶交代 而彰化衛生局則表示 不會對單一個案做說明 台灣因疫情升溫 防疫保單詢問度和買氣也大增 不少業務員甘願冒著風險都送保單 有些甚至在臉書PO文炫耀 馬不停蹄連跑六戶拿到21張保單 手牽得快破皮 被問到幹嘛這麼拼 他們還回不是靠這賺錢 自己是在做功德 保險員四處趴趴躁 跨區服務就感興 但卻也讓人心惶惶 怕他們成了防疫破口 地方中心彰化報導